後面 VBA 後來再把它加了 所以這個後面的東西 VBA 的部分呢 可能比較清楚的 還是請各位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009 這邊還有一些敘述 OK 有的時候其實 像我有時候習慣是怎麼 剛好想到然後就打一點東西 打一點東西剛好就貼到部落格上面 至少可以不用花很多力氣 有時候剛好想到我就把它打下來 然後也許就可以在部落格分享一下 不過我發現部落格影響力還蠻大的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人都很希望 用 Google 可以看到答案 但是後來發現真的要有人去做 否則的話沒有人做你就找不到答案了 後來我發現很多東西 你真的還真的找不到答案 所以找來找去都會找到我的部落格 OK 我也不是刻意 但是我就知道說有些東西真的 書裡面你也不見得找到的答案 而且也不會有人真的好心要告訴你 也不見得好心或是什麼 可能有的人也不習慣就是分享 OK 那當然 我的想法是當然如果越多人會的話 那這是好事啊 對不對 台灣整個就是動力就會更強大 對不對 至少大家的程度就不一樣了 如果跟其他地方比較強 台灣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OK 所以有時候我也看YouTube上面 從外國人的角度看台灣 就是發現像剛開始他們會一直說台灣很有人情味啊 因為你出國的時候才說真的台灣人情味真的很濃厚 大家真的都很願意幫忙 哪怕是對方還沒有真的跟你開口 你就還主動問他說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也有不一定啦 不過大家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這個地方該怎麼解決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排序 所以如果剛剛009這地方 假設我要用從大到小的話 那我用large 那怎麼排序 那排序的話比如說工資由大到小 那所以你可以第一個操入函數你用large 不過large會有個問題 k 那k的話如果它為1的時候呢 它就把最大的帶出來 k為2的話就把第二個帶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從第二列的話 假設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剛好就23456 那剛好它的數字列的值 剛好就是第幾大-1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用來用另外我先取笑一下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就是在減四與參照裡面 減四與參照下一個單元我們會講到 有一個弱函數 那這個弱函數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抓到你現在所在的哪一列 比如說第二列有沒有帶過來2 向下填滿 它會剛好是2到10 可是我如果是要1到9的話 那很簡單你就把它怎樣 減1有沒有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不就1到9 OK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Raw減1有沒有 把它放到哪裡放到k 那個格子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抓到第幾大的 所以呢我們假設有這個概念之後 那我就插入函數 利用剛剛用過的那個辣均 然後範圍就這個範圍 然後範圍就這個範圍 請你幫我抓第幾大 第根據列 所以列的話就Raw 小刮5-1這樣就OK了 它第一個就抓到3萬8 最大的時候按確定 向下填滿 因為這個列是絕對的 相對的 所以不用再加錢的符號 可是範圍要加 所以這個 那個B2到B10 請你把那個2跟10 把它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向下填滿 這樣就剛好 由大到小 那反思 small的話 那顧名思義嘛 所以這個概念一樣 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small 範圍一樣這個範圍 那這個後面一樣怎麼樣 Raw 怎麼樣 小刮5-1 這個是抓到目前所在的列 -1是因為從最小的那個開始抓 然後按確定之前 這個把它鎖一下 F4按兩下 鎖列就可以了 按確定 可以向下填滿 剛剛好有沒有發現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排序 還有一招 用small跟lutch 就可以幫你排了 你不用重新動資料 也可以完成排序動作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就多學一個叫Raw函數 那未來當然還有一個 列是Raw 藍的話什麼 藍的話是Cowen C-O-L-U-N 所以你以後如果要向右 所以這邊當然你自己在練習下 在哪裡呢 也是一樣 檢視與參照裡面 有個叫Color函數 就是抓到你現在所在哪一欄 但是這是數字不是文字 一樣 第幾欄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它不是A欄 B欄 C欄 OK 那這個完畢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切到VBA了 OK 那VBA的話這個也不用了 然後這邊也不用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一樣切到開發人員 那可以 乾脆把這個程式複製 拿來用對不對 那在我們的這個009這個 按右鍵插入模組 把程式貼過來 用範本來改最簡單 因為我之前聽蠻多同學 都跟我講說 他上完這個課之後 覺得最有幫助的 就是我的範本 因為他後來都是拿我的範本去改 OK 改完之後他發現 這太好用了 因為他後來都用改的 我說沒有關係歡迎改 但是他改完之後 他發現他有能力 可以自己再寫一點東西 他覺得還蠻開心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同學 會之後寫信 就是有點算是回饋吧 把他的經驗再讓你知道一下 順便有一點感謝的意思 OK 其實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因為他工作 覺得因為這樣改變 他的工作的整個步調 然後他以前可能要不斷加班的 突然發現 其實根本不需要加班 而且發現上班突然 整個空閒時間非常多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就可以寫感謝信 可以 或者說可以加我FB 說老師你可不可以FB給我加一下 然後有問題 我可以再跟線上討論或怎麼樣 突然他變成多很多時間出來 所以我也覺得應該這是好事吧 這也不是壞事 而且他也會從很多不同角度去思考一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而且甚至他會自己找到答案 並且回饋告訴他有些答案他怎麼找到的 然後可以再跟我討論 這也都是好事 我希望你們學習就不是僵化的 而且不是唯一的所謂的標準答案 我們不是填壓的 我們只是告訴你一個有這種的方法 你可以去從這方向去思考 然後你剛開始程式落過OK 沒有你可以照著改沒關係 但之後你要變化 大概就這樣子 主要原因是因為程式要能夠從頭到尾打完不會錯 對你們來說實在太困難了 這個要練多久 我們已經打了二三十年才有這種功力 而且還不保證一次就打對 不過應該是OK 只是說有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錯誤 更不要說你們初學者 所以盡量還是找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 讓你們學習可以更 第一個沒有那種挫折感 第二個可以享受寫程式的樂趣 OK 不然你如果完全沒有樂趣的話 我想你再回去當然會不想碰他 OK 所以盡量 那我們剛剛的重點就是 把這個改成前後三明 然後改哪些呢 for i 等於2到10 這個範圍OK 但是判斷跟累加 判斷部分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大於什麼 哪一個出身格 這個應該 如果這個判斷條件應該是 不用抓的應該是抓第2欄 就逼欄 slaps 這個可以拿掉 如果它大於等於某一個值 某一個值就是第三名 OK 另外一邊當然就小於等於什麼 倒數第三的那個 可是問題來了 在那個VBA裡面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像什麼 像那個 Excel裡面這麼好用 其實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像Large這麼好 所以怎麼樣呢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如果Excel裡面有這個函數 VBA裡面沒有 那我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VBA裡面直接存取到這個Large就好 我就直接拿它來用 那也就VBA本來就100多個函數 如果也可以引用它的話 那這邊有250幾個 那不就加起來 有加成的效果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Large拿到VBA裡面用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要把這個Large拿到這邊來用的話 有什麼方法 其實有幾招 第一個就是說 要不就是你先丟公式 丟到一個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再去把它抓過來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這個方法 應該聽懂我意思吧 這一招可以 但是你要丟到一個就是邊邊角角的一個儲存格 對不對 然後再從那裡面抓過來 放到這邊 這是方法一 可以啦 是沒有問題 但是感覺那個方法有點就要多一個步驟 所以方法二是比較值 但是方法二有個麻煩點 就是你程式要打很長一串 比如說我要引用 我要如何在VBA裡面 去把這個公式引用到這邊來用 沒錯的話 那如果你要引用它裡面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Workshoot Function 所以Workshoot 所以你打一個 大概記開頭就可以 W-O 大概就差不多了 W-O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下面有一道最長的那一個 就這一個 它叫Workshoot Function Function就是 那個函數 那Workshoot這個工作表的函數 意思是說你其實就指的是這個 這個叫Workshoot Function 那Workshoot Function裡面有一個什麼 點什麼Lunch 有沒有Lunch 有 所以你點下去有沒有 Workshoot 點下去 這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跟這裡面是一樣的 差別是說這裡面的東西是有分類的 這裡面的東西沒有分類 就A到Z 全部幫你排出來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Lunch 有沒有 有Lunch 然後我就把它點兩下Lunch 那刮無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按照這個方法 但是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寫成這樣子 這個是在以色列裡面寫法 如果你要一個範圍的話 請特別注意 範圍在VBA裡面叫Range 所以你要Range的寫法 OK 那數字就照上面這個說一樣的 所以範圍的話呢 我們就寫成什麼 寫成Range OK 特別這裡 這個物件一定要熟 而且要橫 B要會 然後把它什麼 我從B2 到這個B10 然後後雙以後後刮壺 到點第三後刮壺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反正Lunch 前面只是多這兩個單字 這個是一定要寫的 不過我之前好像有同學是試過 直接寫這樣子 好像也可以跑 但我不確定你們等一下可以跑跑看 好像舊的版本不行 舊的版本新的版本好像可以 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後面 那個Large OK之後的話 for 有沒有 大於3的就是1 2 3 for的話就是把這個 這個cell B 有沒有 一直到後刮壺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or的後面 then的前面 貼上 做什麼呢 改就好了嘛 改兩個地方 1 把這個大於等於改成小於等於 application這邊改成什麼了 後面把它改成什麼 small就可以了 對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然後後面還有 然後就累加哪一個 累加B 然後最後再把它丟到 第二 這樣OK 所以理論上這樣程式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驗證 看好不OK 所以程式執行一下 OK 看一下數字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畢了 我試一下 剛剛講的 這個如果拿掉 如果不要這個的話 好像之前有同學說OK 我試一下 這個刪掉 如果OK的話 感覺會短很多 不過我覺得還好啦 我執行 不行 不行 他說他不認識他 所以這個一定要加 Ctrl Z Ctrl Z 我倒也不難記吧 所以我就 因為這樣關係 我因此就寫了一個部落格 我們就寫這樣 如果你要引用 如果你要引用 Excel 裡面的這兩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借用這個東西放前面就好 這個坊間書籍好像我翻滿多本也都沒有特別講到 其實不難 其實不難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小地方 注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寫一下 所以關鍵的地方 那不如就是可以用這一招 可以把 Excel 裡面可以用的函數就拿到 LVBA 裡面使用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是他範圍的敘述方法 就要加 RANGE 包在外面 不然的話他沒辦法辨識 OK 那另外剛剛還有講一招 就是丟公司到一個地方 然後去抓那個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